哇,下的好大的雨啊 今天谁要生孩子啊 是姨,也不是你妈 不是我老医生都老了 你看外面下雨了没有 穿我这衣服帅吗 穿我衣服帅 现在是早上6点钟 我们起床 我姐一会正被进入到手舞台了 过来过来 过来你紧张吗 你紧张不紧张 我的二外甥特别调皮 你紧张不紧张 紧张吗 你担心你妈妈 担心不担心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给我姐的红包 这是我妹,你没有红包呢 又给我外秀女的 等她出来 是不是,是不是红包 第一出生的三天七百五十 因为体重偏大 有可能血糖低 小可爱 第一地的时候来了 今天因为我小外甥女的出生 因为昨天晚上有很多台湾朋友 过我们出主意 昨天我姐夫说 哎,家里马上有个女儿了 应该起什么名字 她说你帮我起个名字吧 我说我文化也不高 我起不出来 我说叫什么呢 然后昨天刚好我就直播 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很多朋友提意见 最终我们选择了这个小名叫万万 我姐也喜欢 我姐夫也很喜欢 然后今天呢 其实说实话 今天早上 我姐我就真的很紧张 我姐夫也很紧张 一,担心他们的身体 二,他们会害怕 万一再是个儿子怎么办 万一再是个儿子怎么办 没有想到出来之后 是个小公主 而且体重超级胖 三千七百五十克 我不知道这个是多少公斤啊 反正就是 当时的护理人员跟医生说 好胖啊 这个小儿子 我们今天接受的最胖一个 然后 我姐夫抱上去之后就说 就这样想着 小弯弯弯弯 小弯弯 我说我姐夫你比我真牛 真的 你说连台湾朋友给你提这个建议 马上比我收到前来 可能觉得是我这个搭不上边吧 然后今天 还有一点比较好玩的地方在那就是 因为 我为什么拿红包啊 其实说实话 我在中国大陆 我作为舅舅来说 我还挺不负责任的 为什么呢 我第一个搭买生出生 我在上大学 我第二个小外甥出生 我还在上学 我第三个外甥 就是我妹他们家孩子出生 我没有在 我在工作 所以我们家 这三个男孩都没有陪着 然后我们家第四个小公主 真的 这是我第一次亲自见证 真的很神奇很神奇 很神奇的 你就完全睡不着的 这就我觉得给我带来惊喜 好像有一种感觉 我好像要当爸爸了 真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问我 小外甥女的名字叫什么了 叫弯弯 对台湾那个弯 我应该会写 简梯字吧 谢谢所有朋友关心 我很开心 昨晚上一点睡了 早上七点醒了 因为我姐是八点要进手术台 现在我小外甥女已经出来了 她已经看到影片了 但是今天跟台湾朋友 很多海外朋友看一下 就是我等我姐出来的同时 我再帮她看到这个 就是有关于大陆现在这边公司 这个是给我们家小公主的红包 可惜她睡着了 谢谢大家所有朋友的祝福 真的假的 你陪陪 今天我算了算 就是有台湾朋友帮我算了算 今年我们家会迎接两个新的生命 一个是我姐这儿 一个是我妹这儿 然后今天迎接我小外甥女出生的时候 其实有两件事挺难过的 就是 如果说 此时我妈在的话 肯定会陪着我姐 陪着我小外甥女 小外甥女 一定会很开心吧 然后今天 我姐夫拍照片的时候 我发现那一瞬间 我小外甥女 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 跟我妈超级超级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很多台湾朋友跟马来西亚朋友 对这一点不意外 当初因为我妈是白血病走的 昨天我姐在医院 就收集就是做那个决定要 那个女士那个起带扭带 说可以保存22年 说万一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比如白血病了什么病了 那一瞬间你知道吧 听到这个三个字 我跟我姐跟我爸 然后我妹 因为我爸是打电话嘛 我们就一块难过 我觉得 哎 反正现在也有健康意识了 就是 防患也未然嘛 钱这个东西 以后怎么能挣回来 但是生命回去了 就再没有了 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 哎 先做一下这个吧 但是提到那个三个字之后 我们跟我爸打电话 那瞬间真的 超级超级难过 然后我今天早上 在医院的时候 我爸就一次一次问 生了吗 怎么样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了 好一点没有 你就 你会觉得这一年 我们家庭的变化会很大 就是 就应对了课本上 或者说 某些东西上讲那句话 只见新人像 不见旧人哭 就那时间想起 哎 生孩子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但是就想起我亲爱的老妈 其实有种 有时候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 如果我妈真的投胎到我姐身上 能来到我们家 我觉得也挺幸福的 我还可以 好好陪着她 不好意思啊 有一点点失控 我刚才就觉得 我们家小白生女 来到这个世界上 没有外婆了 就觉得挺危险的 而且 前几年我姐出生 我姐生 我小白生 我大白生 还我没生孩子的时候 都是我妈去照顾她 然后昨天直播的时候 有很多台湾朋友讲就是 在台湾的话 如果生孩子 大家的补助保险 会给大家保销很多 还有一个专业东西 我忘记叫什么了 其实说实话 这一点真的挺羡慕的 因为你看这一天 回来之后 我就看我姐 她自己压力也挺大的 因为 怎么说呢 你在中国大陆 你养个孩子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然后昨天 还有个朋友在直播间问说 那既然生活压力这么大 为什么要生呢 为什么一定要生 我当时其实有一点点小生气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她就要生孩子了 然后你昨天你跟我讲说 她为什么要生 我觉得你讲这个 毕竟这是她的生活 她选择的 她跟我姐夫一块选择 这一块的 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左右的 因为我虽然是我姐的亲弟弟 但是我不是她的另一半 我也没有 以任何方式 任何理由去 对她的人生做很多指导 或者有很多建议 你像我来说 有可能会是软轰软玉的 我对于这方面 我没有太多的想法 但是你昨天抛出来这个时候 我觉得那个场合不太合适 我跟我姐说 你家这么穷 你还生孩子干什么 反正咱们这没有人给补贴你 你还胜利干什么 所以那时间我觉得 有一点点语无伦似 只不过就是之前看台湾 这边就是有那个什么脚搬鞍 他们在推那些就是 你多生孩子 努力生孩子 我就给你补助 我以为只是一种噱头 没有想到在台湾真的就是 对于女性来说 生孩子反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只不过就是现在 其实不管中国大陆了 还是台湾了 大家都不想生了 你们是给你很多优惠 给你很多补贴 你们不想生 我们是因为压力大 孩子生下来 没有任何补助 你的奶粉钱 你的衣食住行 你的学区房 你的重检学校 你的从小对他的培养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笔开支 以及他如果是个男孩的话 以后买车买房 给女孩的彩礼 都是一个很很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综合对比的话 其实两边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 今天我跟我妹 为什么我俩这么早回来了 一人家医院里边 不让我们留这么多人 二今天有很多台湾朋友 给我们提建议说 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人家怕小孩子 就是体质比较偏弱 容易被感染 所以我们就 基本上就是昨天 昨天晚上去了 然后今天就回来了 还有一天就是 现在主要很多东西 我们也帮不上 什么忙 然后我妹也怀孕 只能说让我们先出来 这段时间让我姐夫 还有我姐夫的他的他的妈妈 去照顾我姐姐 所以像刚才那一块 我就忍不住 因为前几年确实 不管我姐生孩子 还是我妹生孩子 都是我妈全程在照顾的 这个过程中 你对于一个女儿来说 真的会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今天你看 我看到了新的生命的诞生 但是前几月我也看到了生命的离开 这两个生命是完全在我眼前的 所以那一瞬间 刚才不好意思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失控 还有就是我们离开的 还有个原因就是 医院因为那个房间 还有别人 楼走廊里边 昨天很多朋友看到了 也住了很多人 我们不能把别人影响了 然后最重要一点 太风来了 台风竟然没去台湾 竟然来到我们河北了 最近雨下的超级大 所以我们不得不离开了 但是大家挺放心 我们对我姐的关心 对我爸的关心 对我妹的关心 不会少一点点的 尤其是谢谢所有朋友 对我姐的祝福 谢谢大家